自从朱次郎出生后 李浩便再一次失去了联系 不光如此 那原本的画像上更是有着一抹炽热的感觉 似乎是要烧起来的样子 而这状态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月 画像的温度越来越高了 这到底咋回事 发烧了不成 皇爷不用担心 太祖肯定不会有事 去把折子拿来 今天朕继续睡在偏殿 皇后问起 就说国事繁忙 让他好好照顾次郎 很快王承恩就把折子送了进来 就在朱友简忙着批阅奏折时 太祖花像陡然亮起 一道人影便浮现了出来 太祖您醒了 谁能想到这朱子郎出生后 竟然会让国运暴涨一大截 直接就给系统干升级了 拉着我闭关好几天 总算是把国运给结算完毕了 多睡了会 这几日没什么事吧 太祖这几日天降一下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过看着倒是没啥太大问题 这个无妨 一般帝王将士 天地间不都有异象出现吗 这样啊 看来老天爷都觉得 慈郎会是个好皇帝 得好好培养才行 只要好好培养下 正好这次国运暴涨 咱这又多了三样东西 等朱慈郎再大点 刚好可以用上 就在朱慈郎诞生的那一刻 许久没动静的系统 突然传来一声提示音 魏王的诞生 线上礼炮 检测到您的国家后继友人 大名国运暴涨 请努力将他培养 为一名合格的继承者吧 魔改版小出高 标准教材 精修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武琴系广播体操教学手册 太祖 这都是啥呀 小子 这可都是好东西 首先是这魔改版的小出高 标准教材 里面包含了语文 基础数学 基础物理 基础化学 基础生物 太祖 这些都有什么用处 小子你听好了 首先是语文 那是专门用来教人识字的 其他的则是 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 最重要的学科 而那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则是对知识掌握程度的测试 那些试卷 可以作为以后科举考试的模板 未来科举的重点 就是要考这数理化 掌握了数理化 大名才能真正走在所有人的前面 最后一套武琴系 则是用来保证身体健康的 练好了不说能长命百岁 但延年益寿 肯定是能行的 等到朱子郎长大些 就可以学习小学的东西 然后浮以试卷稳固知识 这些真有众神奇吗 听起来很牛悲的样子 说再多的 不如上手试一试 为了方便 你以后当个好家长 这些知识 就由你第一个学习吧 咱会好好监督你的 这小学一年的卷子 你先做一份 让咱看看 试卷整整做了一个下午 等到朱友简回到后宫的时候 整个人都还是懵的 他竟然连一年级的数学题 都没法全部答对 至于二年级的卷子 很多题目他甚至看都看不懂 陛下你怎么了 没事 只是感叹这世界何其神秘 朕不过是井底之蛙吧 今天朕算是开了眼了 基础几何 倍数 分数 简易方程 正负数 有理数等等 这还只是数学 还有物理 化学什么的 皇上 臣妾语奔有些听不懂 这些是帝王学术吗 是一些算术上的词 不过要细入很多 朕也才只是刚刚开始学而已 也不知道能学会多少 臣妾还是不懂 不过臣妾相信陛下肯定能够学会 因为陛下是天下最聪明的人 那是肯定的 我朱友简别的不行 就是聪明 铁定能学会 乖儿子快快长大 你老爹我给你准备了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 那可是这天地间最大的学问 回头老爹学会了一并交给你 陛下 你吓着他了 朕这可不是在吓的 作为朕的儿子 他不学谁学 哭也没用 他娘的 这黄太极到底要干什么 搁这围着好玩是吧 打又不打 走又不走 还真以为本将军这里缺量不成 就在马祥林怒骂黄太极家里十八代史 昏暗的夜色中 一匹快马从夜色中跑出 马将军 窝奈情国失证 如也千赖 优化咬串 你们第一次来喊话 说是山海关被你们给打下来了 第二次说是卢相声来源 被你们全灭 第三次更离谱 说毛文龙叛变了 正在率军攻打辽东 让本将军猜猜 这次来是不是该说我家陛下没了 黄太极已经入计大统 成为天下公主了 当本将军是小孩不成 马相令 我家皇上让我来给你下罚最后的通告 显你三日内开诚透相 否则登到秤破之日 昆圈不溜 别一位斩折这消诚 就能贺勤锅怼卡 我们家皇上是心上你的菜弄 这菜没有除冰攻打 否则你现在已经是时机一举了 别得连不咬连 这是骗人不成 准备威逼了 还昆圈不留 来来来 本将军就在这站着 我倒想看看那黄太极准备如何攻城 马将军 这次可不是开玩笑 慌上一经下了绝顶 必须熟贵光宁习并而成 这是最后的警告 罗事不透相 那你们只有思路一跳 便指望你们哪消逛地 有警理来职愿你们 国国大军一经在南谷 钳指了你们家打两的助理 猫问论贺料东 切气劝都在职愿南谷 真本没恐关你们 所以透相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毛文龙不是叛变了吗 为何会去支援南边 你看我像傻子吗 有那么好上当 赶紧滚回去 告诉黄太极 老子就在这里站着 他要是个爷们就来打老子 别像个娘们一样 在那里默默唧唧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个太监 不访额 好 优优独播剧 be